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歪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经典高分科幻片《千钧一发》 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的智商 风色 容貌都由基因工程所掌握 通过基因工程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完美人类 而自然受孕生出的孩子则是缺陷儿 男主就是这样一个缺陷儿 一出生就被钻定活不过30岁 很快男主的父母又通过基因工程为男主生下了一个弟弟 弟弟各方面都非常出色 是个标准的完美人类 连游泳男主都没服过他 在这个社会里 缺陷儿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长大后的男主就成了清洁工 但他从小就梦想成为飞行员 为此他付出了许多旁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但是航空公司的面试检查非常严格 男主连大门都进不去 但男主还是不愿意放弃梦想 他来到黑市找到伪造基因的人 还在线少人的带领下认识了完美人大白 大白曾经是个游泳健将 但却不幸出车祸 爽腿残疾 大白表示自己愿意把身份卖给男主 但男主也要保障他的生活 于是男主开始伪造基因 但由于男主身高比大白矮 他还忍着剧痛接受了断骨增高手术 在手术完成后 男主通过大白的血液和尿液 成功换过航空公司的检查 成了航空公司的一员 但航空公司每天的检查也非常严格 男主每天都要仔细清理身体 防止毛发皮线掉落在公司里 就在男主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公司里发生了一起命案 而男主在围观时 一根睫毛不声掉落 被一个警察捡到了 警察怀疑男主是缺陷人 还认为他就是杀人凶手 于是公司又重新展开了一轮检查 在轮到男主时 他成功把血液换成了大白的 再次通过了检查 但警察却还是怀疑男主的身份 整天男主不在家 警察却上名了 为了不让男主被发现 大白艰难的爬到沙发上 会装成正常人一样 接受了警方的现场检查 因为大白和男主着相相似 血液检查也没有问题 于是警方彻底放下了怀疑 也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就在男主即将展开飞行梦想的时候 一个警探发现了大白的秘密 这个警探就是男主的弟弟 弟弟却说男主放弃梦想 但男主却要求两人和小时候一样 开始比赛游泳 这次男主赢了弟弟 也成功说服了他 电影最后 男主成功驾驶飞船进入了太空 而大白在给男主准备好充足的 血液尿液后 就跳进繁化炉自杀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解说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